娘子君们 到 今天是属于我们女孩子的日子 开心吗 开心 老师你应该不是女孩子而是阿姨 知道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吗 知道 来小姨你说 我们今天要读女生日记本 没错 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日记读出来 让大家知道男生都是大猪蹄子 耶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吧 那谁先来呢 老师我我看我 到底是谁那么幸运呢 老师我我 好的就决定是你了 皮卡丘 来你带着看我 哎呀小姬姿同学 那就你先来吧 老师你别不是我阿威 好的老师 2018年9月10日 周一天妾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室节 我和小特为杰克老师准备了一束花 正当我和小特要送礼物的时候 小奈布一个钢铁冲刺 就把我和小特手中的花抢走 送给了杰克老师 杰克老师很是高兴 就说你们怎么不送李之助老师 他今天上课的时候可是放了个屁呢 闭嘴 小空军同学到你了 2018年12月25日周二天妾雪 今天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圣诞节了 幼儿园的老师们给大家都准备了一份礼物 我打开礼盒的时候以为会有惊喜 没想到里面竟然是一只死掉的蟑螂 吓得我哭了起来 小仙只看到我哭了 上来安慰我 说对不起恶多剧了我 并且把我最喜欢的糖果还点了我 以及把蟑螂丢进了蜘蛛老师的包包里 你个臭丫头 小仙你的日记呢 2019年3月8日 中午天气 今天是妇女节 我为我们庄园的女老师们都准备了一份礼物 送了红蝶老师一面化妆镜 我对红蝶老师说 老师你以后生气时照一下镜子 这样你就找不到生气的理由了 红蝶老师开心的就笑了 接着我送了伊德海来老师一条长圈 这样他以后走路就不会再磨破蛇尾了 伊德海来老师也很开心的笑了 我的礼物呢 老师你又不是妇女 你说啥呢 你可是个女孩子呀 哎呀你瞎说啥快坐下 老师到晚了到晚了 小仙仙我们下课了下次吧 我到底做错了啥 至于你小空军 六发超日记一百遍 还有你小祭司 屁丸老师 闭嘴